節奏也稍微放慢下來 這個球打一個反方向 哇 你聽見說確實也是蠻有打擊能力的一個好手 打得很紮實 就是說球連真的慢了一點 還是慢了一點 對 還是慢了一點 那其實 照理說這個球 如果慢個10公里的話 尤其就是場內 就是最全力 對 所以最終他出棒還是慢了一些 所以這個角度就剛好轉出去 而且 你過棒上面那隻手來講 你的揮棒就沒有辦法很完整 所以就還是被球壓下去 對 被球壓下去 但能打成這樣子真的算厲害 但球速又讓大武強敵取得領先 中球 結果是一次打中球 打到了這個 那自打球真的很痛 這今年球季我自己被自打球打到了三次 你這樣講好像正經儀自打球摩托 應該沒有人自打球摩托 自打球真的滿痛 我打到就是 感覺比出身球還要出身 對啊 因為有一種心理的人居然是自己打到自己 對 不過因為你揮一定是 一定是全力的嘛 全力是沒有心理的準備啦 就是你以後你看到頭走 頭靠近你 你還會有下意識也會 會傻還是會抖 而且有那個心理準備就是要痛 對 那就是打一下就下去 來一邊滑球 走在外角 相較於前面兩個打擊三陣之前 最後都是用速球 但這個在良好年後 反而是用比較多的直插球 前一場比賽當然他直球用的最多 其次是直插球 那另外也有滑球 還有少數的一個曲球 那今天其實進入第二輪開始 其實他的配球也有點 尤其是面對中心打者他也蠻多變 不是很好猜 有時候的話也不一定完全都是直球 兩好球一壞球 哎呦 我球飄到了外角去 當然在例行賽當中 大谷小門Oreal還是會有一些場次 控球比較不穩定 讓打者抓到一些保送啊等等的機會 這兩場以後次數也很少 第一戰的是只有兩個保送 這場比賽就一不處生存 幾乎沒有抓到什麼樣的一個機會 嗯 撇開技術上面不坦 光他的任務 抗壓力來講 確實就讓他不可以 沒錯 完全不像第一次打 成人的國際大比賽的樣子 好像有一個新鮮豬 把這場帶到的左半邊的一個界關 有一個新鮮豬 把這場帶到的左半邊的一個界關 變成一個界關 前面他還能打得到 這一個球其實差距不大 但是卻完全揮風刺你 我覺得因為跟他的前面的 我覺得因為跟他的 因為跟他的前面的 非常特別的